iPhone 15即将到来充电速度 击败Infinix Zero Ultra 喊一声 新款iPhone 15要来了 传输更快 充电更快 最重要的是 全新的USB-C接口 以后再也不用受MFI协议的束缚 买任何品牌的数据线都可以充电 求报 但是 不要太高兴太早了iPhone 15最高的充电功率 仍只有27W 和前代一样 听说最新的传音手机 Infinix Zero Ultra可支持 最高260W有线充电 110W无线充电 仅需8分钟就可以充满 4400毫安时的电池 是不是爆炸惊喜 苹果要加油 不能快充速度 这个关键点输给对手 当然 也有人担心 快充技术是否会损害电池寿命呢 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最权威的说法 但是慢慢充电对电池健康更有好处 所以一些iPhone用户宁愿选择慢速充电 来获得更长的寿命 当然 我们也别太过悲观 不是还有快充技术 在不断进步吗 iPhone的充电速度 说不定很快就能和 Infinix Zero Ultra一样了呢 可这时候又会担心 手机电池健康度怎么样呢 总之 新款iPhone15即将到来 我们期待的 不仅仅是充电速度这些小事 更期待着更高效 更愉悦的使用体验 好的使用体验 也许包含的因素 很多像九阳豆浆机一样 让你爱不释手 小伙伴们 还有更多好产品 好体验等着我们 快来关注我们 一起享受生活的惊喜吧 小伙伴们